你知道那個 大部分是那個很大很大的東西 對不對 就是可以站起來用手彈的 然後因為我每次去看人家那個 小提琴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在拉小提琴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頭髮長髮飄逸 很好看 然後我就跟那個一個 一個朋友呢 就跟阿翁說 欸 我想要去學小提琴耶 然後他就想都不想就說 我覺得你比較適合大部分啊 那個大提琴 你要再大的那個東西 他說那個身材比較適合你 沒錯 不然這樣有酷吧 沒有什麼 你還有中指琴可以選 啊是喔 好不好 那如果你覺得有點大 想要注意它的話 就知道要大提琴 然後如果我想要就是站起來 比較有困難